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爱是永远 爱是永远 想念此 永远 可爱是永远 永远 是永远 永远 令人 永远 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上北医院 请您立刻到上北医院妇产科来一趟 嗯 出租车已经到您楼下了 不对呀 这里是上海 爸妈都在老家 谁在医院呀 妇产科 谁呀 是薛珍珊小姐吧 对 好嘞 坐稳了 不对 你不是薛珍珊 不是 是 是我是 师父你别理我 我重新一下我的大脑 薛珍珊小姐吗 嗯 来 跟我来 薛珊小姐 薛珊珊小姐 请你务必要见着我太太 嗯 今天只有你能够救她了 拜托了薛小姐 拜托了 薛珊珊 拜托了 薛珊珊 薛珊珊珊 scissors 嗯 我 我非常愿意献学 但是我可不可以问问题啊 是吗 你们是怎么知道联系我的方式啊 还有 你是谁啊 薛小姐 你是风腾公司的员工吧 难道你培训的时候 没有学过公司的创业史 也从来不上公司的网站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的风大老板 风腾 大老板 大老板好 我是研发部的郑琪 你总听过吧 郑琪 齐帅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投资部的 严青总经理 是我们大老板的妹夫 薛小姐 拜托了 哪里卫斯圣学长呢 我是 我是 那请跟我走 好 好 薛小姐 拜托了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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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休息两个小时 如果没有什么异样 就可以离开了 好 谢谢你 薛小姐 大半夜把你叫过来 估计你还没清醒吧 怎么样 累不累 不累 不累 没事 明天你可以休息一天 公司给你放一天假 今天晚上累了呢 你就直接在这儿住下来了 但是住这儿好贵的 钱你就不用考虑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你也陷了那么多血 风家怎么可能 亏亏待大安人呢 那你先休息 我先回去了 要不要我给你把空调 调小一点 不用 不用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小鸡 同学怎么样了 母子屏啊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严总 谢谢你啊 谢谢小姐 谢谢母子屏啊 太感谢了 真的太感谢了 不用谢 人发了牛肉 真的很开心啊 没有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今天 对了 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太太 我们熊猫雪的人啊 最怕出意外了 我从小过马路都特别小心 但是万一出火程中车祸的 最麻烦了 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你看 你别放了这个纸条 上面啊 就写着你太太的血型 还有你的联系方式 把他随身带在身上就好了 太贴心了 不不不不 这个我不能要 这个你太珍贵了对你 要的要的 不行不行不行 没关系 让我妈妈再做一个就行了 不行不行 你得收拾 收拾 同学叫呢 再自甘情 进去 进去 小姐 谢谢你 不客气 还有什么事吗 我 我没事了 我 我没事了 没事了 我走吧 车呢 真是 输血之前 你出租车手在你家门口 输完了 就好像上厂里的电梯 你买东西之前呢 大门为你敞开的 等你买完东西了 就得自己爬下去 范瑹 康陈 德海 他就是总裁 这总裁也太帅了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吧 我还以为总裁应该是个严肃的老头呢 进公司这么久 也不知道大老板长什么样子 没想到在医院 那么奇怪的场合里碰到了 看他那副冷冰冰高高在上的样子 一定很不好相处 管他呢 反正以后也见不到了 其实我进风腾还不到一个月 适用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没过 五天前我刚刚面临人生中的第一个公司月节 各位 下星期就是黄金周了 这五天呢大家辛苦点 是 是 晟晟 这些拿去听音了 这些呢是初拿着账 麻烦对一下再给陈娟 谢谢 谢谢 这就是集团的月底结算吗 这阵仗也太夸张了吧 虽然我只是个财务部助理 这科室也只负责风腾十八家子公司中 最小的两家公司财务 但想到这两家公司 九十三位员工的薪水 出差费 下工喝咖啡 打踢的公关费 甚至茶水间的纸杯 上厕所的卫生纸 都得经过这部门的核对 我就觉得自己至关重要 作为最底层的员工 你点阿Q精神 怎么能活得下去呢 我虽然是二一一工程的大学毕业生 但根本就没有想过能到上海 一想到有人事主管 还得看我的履历浪费时间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 我竟然被风腾鸡汤给露用了 看来还是老妈说的对 说我天生于对 但是傻人有傻福 当时为了庆祝 那可是红旗招展 锣鼓喧天 虽然大家都暗地里说我走了狗屎院 但我依然是开在狗屎里 最鲜美的花一朵鸭 不知那种 好陌生的城市 虽说我是走了狗屎域 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真的成为风腾集团的一份子了吗 我真的成为风腾集团的一份子了吗 妈 妈 老师好 今天我代表风腾集团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风腾集团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 过半客户是欧美品牌 集团里十个有四个是从欧美日留学回来的 从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的人 可能都要从端咖啡做起 这样一个大集团居然为我敞开大门 对于这个千古之谜 我只能理解为 一定是人事专员在打盹的时候 点错了鼠标 刚才我带大家参观了我们风腾集团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 精诚团结通力合作 我其实也偷偷幻想过 跟高层会是在怎样的场合下碰面 然后怎样出色地展现自己的才能 在这种顶尖优质的环境里 变成高效率的女强人 然后步步高升 这种情形简直美得像个梦 不过相梦又如何 人家说做梦是年轻人的权利 青春就是资本 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就算是个财务部助理 我相信未来集团也会看到我的价值 虽然我发现我的实力不是在平地 是在地下四层 虽然我目前的价值 是没日没夜的输入单狱 好想啊 你走 早 起啦 你起来啦 亲爱的 沙发在这儿 床在那儿 就这么几步 你不知道爬过去啊 爬过去都能睡了 你昨天下班才有几点啊 让我睡一会儿吧 我的妈呀 宝贝儿 宝贝儿 我跟你说 你赶紧的就你那箱子 你都一个月没收了 你再不收我这家 就让你给弄乱了 你现在还是个助理 你要是经理的话怎么办呀 我还不是为你天天赚 拜托 这 你懂什么呀 我这叫行乱神不乱 陆双姨 你有时间管我 你能不能去整理一下 你那小窝儿 我 我这叫 你作家应有的风范 你懂吗 这叫范儿 范儿 范儿 那我这还叫居安思危呢 要是还过不了试用期 我就等着自问无浆头吧 你那心理素质可真差 不过呢 你有这点觉悟也对 哎 我跟你说啊 你爸妈可是疯狂光光 把你从乡下送到上海来的 你可得给他们争气啊 至于我呢 我是盼星星 盼月人 终于把你盼来了 你呢 就不许离开我 就是你嫁人了 也不许离开我 听见没有 要不是你 我哪敢把简历丢到封城啊 你要怎么补偿我加班的薰补 我还怎么补偿你 我给你地儿睡 我陪你吃 陪你喝 陪你笑 我快成三倍了 我还补偿你 你不是说这期的稿费 黄金周前就能结吗 有人突出来了 是谁呀 好了 去吃大餐 好好好 好好 吃大餐 吃大餐 去吃大餐 哥 你看什么看那么入审哪 不就是一挂牌嘛 看那么久啊 这个挂牌风线的部分 有几个大的震动 镜头也没有自动回风 是老师的裁缝机所致 不了也很旧 但是挺坚固的 倒是挺坚固的 你怎么那么挑剔呢 这是人家妈妈做的 温暖牌的挂牌 你不能拿去跟名牌比较的 哥 我听言亲说 薛小姐为人很热情又很单纯 你说这一次帮我们那么大个忙 我们怎么谢她呀 老习 过来 吃贫了 老习 过来 吃贫了 你太俗气了 算了 算了 我自己想吧 你这人啊 自己是雷厉风行 你这人啊 自己是雷厉风行 却帮着长辈念起旧情 我们也是十五年老朋友了 我对你不好啊 哪儿好了 自从跟你回国进了风腾以后 我就跟个陀螺似的 一直没停过 咱俩谁跟谁啊 咱说我这不是打球 陪你放松的吗 你陪我打球啊 应该是我陪你打球才是吧 风大老板 跟你逛街真扫兴 大姐 这全都是你的 还扫兴呢 我都说的是约你去吃饭的 不是去逛街的 对街都这么多天 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 吃饭 睡觉 睡觉 吃饭 现在还陪你逛街 已经很够意气了 我跟你讲 是我陪你逛街好不好 大姐 您都快上班了 你也打扮打扮自己 你看你现在 跟个倒鼓似的 你见过这么偷帮的倒鼓吗 我这么天生丽贼 这么难自弃 难自弃 张川啊 妈 你最近忙吗 头两天有点忙 不过现在没事了 放假了 那个 柳柳去找你了 可能还得在你那儿住上一阵 来 让你去 珊珊 我是大伯母 我告诉你 我们家刘莲有出息了 也到上海有工作了 就是啊 她临时找不到落脚处 我就让她临时跟你住在一起 你们姐妹俩从小感情就好 窝在一起 相互有个照影 不是 那大伯母 我现在也住在双一家 而且那个房子有点小 没关系 没关系 她一大早就出门了 古迹啊 现在快到了 这样好 这样好 你们姐妹俩在上海 一定要相互照顾你啊 谢谢你 谢谢你 珊珊 你们珊珊长大了 懂事了 干嘛呀 我会让我们家刘刘 照顾你们家珊珊的 放心吧 放心吧 谁啊 刘刘 刘刘怎么了 她来了 快点儿来 好 好 你几个椅子怎么能弄啊 干嘛呢你 你没认出刚才那个女孩 那不是薛珊珊吗 她怎么会在这 我看过她的资料了 她好像就住在这附近 我不是 不是 她要留在你的 你干什么 她要留在这附近 你 全部请你 果然是看重外表 注意形象的大伙伴 你看你刚才看见薛珊珊躲那样 就跟看见旧情人似的 至于吗你 看来我们要换个球场了 不必了吧 找一个好的球场多不容易啊 而且刚才薛珊珊都没认出你 没事的 真的 差别有重点啊 嗯 判若两人 薛珊啊 哎 六六您怎么跑上海来了 没事儿了 你就放心住下吧 好丢人呐 我得赶紧趁黄金周 把房子给找着 你说什么呢 这房子本来就是双姨她爸妈给她买的 她又是你高中学妹 咱仨都认识这么久了 竟说傻话了 是不是自从我到上海之后 大伯母天天唠叨的你啊 小宝贝儿啊 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 你看人家珊珊 这大学一毕业啊 就到上海的大集团工作了 你呢 你这还让我卖这么张老脸 求弟得告奶奶的 费心费力的 以前啊人家还都说 你比人珊珊聪明 现在我看人家珊珊爸妈 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 大伯母就是喜欢唠叨 你也别生他的气 他不是为你着急吗 其实 说心里话 我早就想离开家出来闯一闯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 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给他们看 嗯 你呢 最近怎么样了 工作顺利吗 嗯 还在努力的试验当中 哎 你也知道 我没有你聪明 又没有你有本事 又没有你漂亮 不过 我会努力加油的 绝对不给咱们家乡的人丢脸 好 那咱们姐妹二人就齐努力 嗯 在大上海闯出一番事业 一锦还乡 展望未来 是的 这样 加油加油 加油 嗯 老板 叶董事已经在银行等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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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下午 明白 公司名稱是 心動遊戲軟件公司是嗎 好 我立刻交代下去 注意了 等火心動遊戲軟件公司的 財務報表會傳進來 喜喜喬喬 你們負責豐騰今年的投資預算 小軒阿家負責併購的財務評估 陳娟你彙整一下 你正式的簽約書 珊珊你幫忙陳娟 三小時候要拿到所有數據 聽清楚沒有 是 但是 い不算是 你得到多少張 我幫忙 不想職場 黑貸責可 忍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上去很好吃哦 谢谢 谢谢 秦帅 秦珊珊 你们拿这么多资料是要给谁送过去啊 这些资料是给严总送的 太巧了 我去找严总 给我吧 我给你们带过去 这 这 谢谢你啊 顺道 那 这个你帮我拿到我的办公中 谢谢啊 好 没事 没事 来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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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行动这家公司呢 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这两年业绩非常好 而且很有创业 业内的很多高层人士非常看好他 我相信如果丰腾收购这家集团 会是一个好的故事 我们科里评估的并购金额 为什么多一个零 小薛 并购金额的评估报表是你做的吧 怎么回事 现在已经在签约了怎么办 林科长 这是正确的签约所 他们刚送的 确实是多一个零了 林科长 这个怎么办 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了 要是咱们怪罪下来 可不能管我们巴克的算 对 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 不行 我看还得打断签约会议 这个错误的合约又是签了 赔上我们所有人一辈子的薪水 都补偿不起的 珊珊 珊珊跟郑琪很 很熟啊 那就找青春吧 对对对 珊珊 珊珊 珊珊你去找 我 我 我跟青春一点都不熟了 在这危急的时刻 你说话也这么自私 我自私 我们采用不所有的命运 都洗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不是 是 是 干净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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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去 你赶快去 珊珊快去啊 会议室没有预约 电梯开不了 你拿我的卡到养发铺 找正奇秘书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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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千叶珊 跑不去 齐帅昨没让我保管卡 这样吧 你用我的卡去找严总的秘书 快去快去 凯特刚跟我说了 那是严总是跟齐帅一起去会议室的 这样把我把我的卡给你 处长知道了 你去吧 你去吧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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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狗屎运就只是狗屎运而已 当你时候到了 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 上段投开 好 快去吧 不要 对不起 是我搞错了 对不起 不要打扰了 大 大老板 完了 我将从凤家的大恩人 变成风腾的大罪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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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签吧 签完现别签啊 那个合同他们多了一个零 这个才是对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疏忽 对不起 对不起 签约已经结束了 完了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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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因为我的事 我造成的损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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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波斯 对不起 我的事 都是我的事 你还不至于给公司 造成任何的损失 大波斯刚才那句 是什么意思 早知如此 当初我就应该 限一千毫升 八蛋了 我要被炒药鱼了 怎么办 放心吧 金额没错 你怎么办 那个 客长说这份才是真的呀 才是对的 你以为老板是谁呀 老板眼睛立得很 在清月之前就发现了 把金额改过来了 所以金额没错 淘搜导人 走过车站上的书馆 要所有的密集 马上去 是 虽然没有及时赶上签约 但至少不必赔上大家一辈子 不 应该是两辈子 三辈子的身家财产 但是科普门科技以上 都被抓去打检讨 他 科长 不会怪我办事不利吧 老板说 下次如果要这样奔走个科弥补错误 让我选个百米田径选手 当财务助理就好 你来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做事也不用练方法 连转无处都跑去了 像个无头长影一样 整个集团唠一圈 这是未继处理的方法吗 人事出为什么 把我选好的信任给刷下去 就硬是让你进来 科长 你 你说什么呀 说你呢 三流大学 三流水平 看起来一无是出的样子 没想到还真是一无是出 人是出吃错什么药了 你最好想想怎么都给我试用期吧 诚俊 你说这薛珊珊到底什么来历啊 是七帅的朋友吗 我怎么知道 但总之来历不小 要不然以她这种烂大街的学历 凭什么疯疼找她进来啊 我们是疯疼爱 可总你疯他了 是这样吗 那为什么科长还敢对她不加颜色啊 科长的个性你不知道啊 向来讲求实力公事公办 越是靠关系就越反感 所以啊十五年了还是科长 但她这说的话也太重了 人家珊珊毕竟是凌危寿命不容易的 算了算了 她这种人一身晦气 摘上了点三个月都洗不掉 反正她迟早要被吵 我可不想跟她气倒霉 阿姜 杜凡 那个昨天你晚上还是最看到没啊 太好了 还挺好看的 那男女女儿找不懂事 杜凡 你找到住的地方了没有啊 找到了就是离公司稍微远一点 不过还是挺方便的 那挺好的 好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居然有点雨雪 疼吗 疼吗 还行 你们早就认识了呀 我们俩培训的那三天认识的呀 她现在在总务部当专员 是运生商业大学毕业的哦 对对对 我是东北过来的 不像她在上海念的大学 简直就是个上海通 那个 培训的三天 对啊 八月底培训的三天呀 商业商应该和我们是同一期的吧 怎么我对你没什么印象 你的编号是多少 坐在什么地方呢 我的编号是二啊 我 我 我先去一下 去 去吗 你没事吧 要不要贴个窗口贴 哎呀 没事 我那儿有窗口贴 可多了 男子汉大丈夫 一点小伤 人是说为什么 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 就硬实让你进来 我怎么知道 但总之来力不小的吧 要不然以她这种烂大街的学历 凭什么风腾找她进来啊 原来新人是要培训三天的 我没有培训 只是一通电话通知 还协商了报道时间 为什么 我还一直安慰自己呢 人事专员会演示出啦 是镜子终究会发光的呀 现在看来的确是 卑鄙行李沙阴行血 舍妹和你同属学有学习 她更进手术室 但是现在医院的学部高级 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 以备不时之许 原来风腾要我做的不是财务助理 而是一头血牛 可是熊猫血哪里不好找 干嘛要在公司里养一头活牛啊 好凄凉的感觉 好像是在卖血呀 原来 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 我根本就不属于风腾 不属于上海 薛珊珊 你连连就是一头血牛 你有什么资格去做奋发图强 功成名就的大梦啊 下雪啦 这是我在上海遇见的第一场雪 短短四个小时完成一个企业的收购 大家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不过这件事说到底责任在我 你也别怪他们 他们不是推起责任 就是 就是想找个替死鬼 这是我最生气的 是 大 大老板 这一刻 突然觉得自己是上海这部戏的女主角 你不该来这里 什么 我说你不该来这里 是 员工培训的时候你没有听说吗 这个地方隶属于老板办公室 我 我没有参加员工培训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经过员工培训 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进风腾集团呢 公室上的问题问你主管 不是我 那上次在医院 你是怎么知道 我跟你妹妹的血型是一样啊 集团所有员工的数据 我都有权知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谢谢你 谢谢你啊 你不是很完美的事会 你还行吗 你怎么应该是一样 我相信你 你也有想要 你不还不想要 你还行吗 我也是 杉杉 财务助理 你看她今天紧张的样 感觉天大要塌下来了 我觉得她挺老实 她除了弄炮腿以外 工作表现如何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说谁会跟我们汇报 一个财务助理的工作情况呢 怎么了 没事 反正她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血 没别的 这个我听说过 这特殊的人事聘请政策 老董事长在的时候就有了 你知道 公开的命运嘛 人事部长告诉我的 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挑 就是说 在两个应征者条件相当的情况下 他肯定选那个熊猫姐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我们又没有逼每一个员工 一定要给我们献血 对不对 让集团员工给集团献金献血 这种请求本质上就是强调 这种请求本质上就是强调 但是爷爷疼孙女天庆地义呀 而且那个薛珊珊吧 也挺乐于助人的 我觉得这事你就别深究了 你要现在把那个政策给撤了 我觉得反而对将来来应征的 熊猫血是不公平的 你想想啊 人事部肯定会刻意避讳吧 搞不好 有实力的熊猫血 反而会落血 而且说不定薛珊珊还会被开了呢 你说你这一来一回的 折腾人家何必呢 对不对 但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世界到此为止 嗯 爱情是太过複杂的游戏 一投入就害怕失去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没有输意 可想你还是惊不及 心疼的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惯性 还想你总是伤不由己 明知自己骗自己 也无法再鼓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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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了 możli 爱你 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